中西区文物径分为三条路线 包括中区线、上环线、西区及山顶线 而中区线中西分了三区 A区、B区和C区 今天行的就是中区线的A区 爱丁堡广场的英雄纪念碑 是这次漫步的起点 1923年 石碑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的军人而树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还同时纪念两次大战的殉难者 在皇后像广场旁边的 就是立法会大楼 建于1912年 他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在1984年 旧立法会大楼被列为香港的法定固执 但最可惜 他是不会对外开放的 行过立法会大楼旁边 有个很优雅的公园仔 遮打花园 他就是香港木球会的舅子 木球会在1851年兴建 有木球会和木球场 球会租约在1971年满约 因为续约问题引起当时社会上广泛的争论 终于在1975年 搬到去皇岐冲峡 直到1983年 随着地铁出口完成 遮打花园得而全面开放 由遮打花园向南面望过去 就是有70层楼高的中银大厦 总高度367米 是建筑界巨砭 背月鸣的结作 原址 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利楼 美利楼在1846年兴建 是军官的宿舍 亦曾经作为政府约干部门的办事处 美利楼在1982年拆设 在1990年 在赤柱海航重建 中银大厦厂 中银大厦本身 中银大厦厚边 玄花原道 走上的小小 就是圣工会 姓若翰座堂 座堂在1847年创建 是少有的维多利亚时期 哥德式的建筑风格 香港日治时期 曾经被作为日军的总部 晚步A区 我就以前法国外方全道会大楼作建 多谢收看 下次再见 9강5 9강5 4 5 1 3 2 2 1